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at's All Right, Mama》 這一天就是Rock and Roll 搖滾樂誕生的一天 所說的就是在Rock and Roll 搖滾樂街 有著殿堂地位 人稱貓王的 Elvis Presley 貓王這個中文綽號 是Hillbilly Cats 和The King of West-N-Bob的合成 前者是因為他來自美國南方的鄉下人 所以在未成年之前 被人踢落做Hillbilly Cats 後者就紅了之後 被捧為西方武王的美儀 貓王就是華人社會 將他們結合起來的神代之筆 1955年11月 既捧了貓王 又間接盜見貓王 在70年代南約暴斃的 Colonel Tom Parker 成為貓王的經理人 並且在1956年 為貓王穿針引線 加盟了RCA唱片公司 一間Hartbreak Hotel 榮登流行榜冠軍 亦同時使得貓王 開始主宰美國五十年代後半條的流行音樂 在這一年 貓王更加進軍影壇 有了他第一部 傑之賣座的電影 《Love Me Tender》 貓王的經典情歌 《Love Me Tender》 就是這套電影的主題曲 《Rock and Roll》 《搖滾樂》並不是貓王創作的 同期的亦有一些 好像Buddy Holly 《A Little Richard》等 《搖滾樂》的先驅 但是在《搖滾樂》出現之前 《搖滾樂》始終都未能成為 美國的音樂主流 《搖滾樂》 《搖滾樂》從未作過曲和全歌詞 他的結他技巧也只是一般 但是他的王者列史地位 就在於當年黑人的地位 在八年一節的年代 《搖滾樂》 以白人身份 將黑人的show music 移為音樂 R&B Rhythm & Blues 結合白人的country music 香川音樂 和Goshpo Music 複音音樂 融為一體 推向全美國 他的歌詞 在當時超越了種族 和文化的疆解 對流行音樂 做出了極大的衝擊 他標誌性的飛機頭 大激水 攝影的眼神 充滿性感的嘴唇 獨特的扭屁股 令貓王的名號 像《鎚身訂造》一樣 令到當年的少女歌文 好像著魔一樣 如痴如追 就算是一個眼神 也有本事 令到一眾台下少女尖結 雖然貓王從未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表演 但是他的歌曲 他的獨特台風 他的筆跡 就奪取了全世界少女的方心 現在風波都全世界 包括當年 還未升上國際多會的香港 當年的社會風氣 不相當保守 搖滾樂雖然開始受現千平的歡迎 但是仍然未入得到規規矩矩的音樂節目 好像《Your Hit Parade》那樣的《大馬之堂》 橫空而至的貓王薯豐 雖然橫掃青春界 但是就黑怕了父母背 認定了他的表演雙風擺盡 教壞年輕人 別力底仔 大批家長 甚至寫信給電視台抗議 說他們不想讓小孩子有樣學樣 但是就阻擋不到市場的紅瘤 還有《媽王》這一場 以搖滾之名 衝擊傳統的音樂革命 曾經一度仰言 不會被《媽王》上節目的注文電視日 Ed Sullivan 最後都不能夠不向市場低頭 跟《媽王》簽了三期的表演一樣 如果《媽王》走紅歌證 會發現必須有很多條件的配合 才能夠成就一位超級巨星 眼神必須具備 百年鄉村樂宿的演唱基礎 又能夠唱出黑夜Bruce 藍耀歌曲中開業的名額 後天也必須有壓床的表演 他的剛好碰上的電視機 在美國社會開始補給他 每個打開電視的年輕人 都被他的魅力影響吸引 當然 筆基的最美外表更加不可還缺 最重要的是 是一九五年一代反共不羈的同堂 James Dean 車禍喪生 英年祖秀 時間混合得 有如神推鬼魂 等《媽王》填上了這個同堂的位置 綜合以上的原因 《媽王》的一炮二熊 他是各種因素配合的偶然 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造就了他 代表來自窮嫂鄉村的百年男生 成功頂點的美國武士 當年的《媽王》旋風吹到香港 甚至連同搖滾樂 《媽王》風格 完全不緊張的語片演員鄭君蓮 因為曾經唱過一曲《媽王道》 被人封為東方媽王